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晴 今天就要來介紹大家非常興奮的消息喔 就是呢遊戲王的新世界即將要開放了連結召喚 好啦那在遊戲王在2016年11月在日服推出之後呢 隔年2017年1月也正式在國際版推出 然後阿晴也是那個時候開始玩 一路到現在也五年多了 那Duel Links這款遊戲呢說真的對我來說是非常有意義的一款遊戲喔 因為他是讓我從小到大 我是靠這款遊戲工作最長一段時間 就是靠這款遊戲養活自己喔 所以遊戲王Duel Links也算是我的父母的那種感覺 因為如果沒有他的話我也沒辦法全職 Youtube做四年多 那雖然現在已經有了其他的工作 然後沒有時間比較沒有時間可以更新 但是呢在稍早看了這個直播之後 哇特別興奮喔 終於要出link了 然後馬上呢就趕快來給大家搶先看一下 那如果大家想看完整版也可以點下方的連結 可以到這個官方的直播來看一下詳細的情況喔 那下面的圖片就是在講說幾乎每年幾乎每年都會有新的世代 那其中有一年是DSOD喔 那就這樣一路到今年9月終於要推出link喔 真的是非常的期待喔 OK來看一下下一張吧 那他的預告片裡面就有寫說 全新的額外格喔 就是在這三格的 最左右兩格怪獸格上面 會有兩個額外格 然後這兩個額外格呢有玩MD的都知道 是你要用哪一個都可以喔 但是呢你只能 你第一次連結召喚你只能佔其中一個 那除非你是做U陣喔 才可以兩個都佔滿 不然基本上應該是一人一格 一人一格 好 那我們來看下一張圖 OK在9月28日 遊戲王新世代就即將要開放啦 那雖然我是沒有看這一代啦 但是呢還是很期待 因為我是有玩Master Duo 所以我知道其實link真的是蠻好玩的 尤其是我很喜歡 我很喜歡玩那個鐵獸嘛 鐵獸的話就是link 那但是我很好奇就是 不知道新的DL的新世界會出什麼樣的link角色 那目前已經有看到有什麼轉身元獸啊 還有什麼轉馬魚者 好那我們來看下一張圖吧 OK那這邊是 新世代首先推出的三個角色 那就是購鬼種 Playmaker 還有一個叫什麼 Slowbunner 我不知道我沒有念錯 然後AI應該是Playmaker旁邊的那個小精靈喔 好 那這就是首先推出三個角色 然後印象很深刻的那隻 那個紅色外表那隻是使用轉身元獸的 因為我有稍微看了一下直播 那不知道 不知道大家期不期待這三個角色呢 那後續也會推出其他的角色喔 好然後下一張 那這一次 除了新世代之外呢 也會有全新的商品 新的大盒 還有ES套牌 可以看到有這個 長籤喔 我還要轉身元獸 轉馬魚者 還有一張那個 我不知道是什麼卡片 大家可以留言跟我講一下 然後右邊就是一個ES套牌 我也沒有看過 因為我MD沒有玩過 但通常 新世代一出的時候 出的卡片不會太強 大概會到第三包第四包 之後才會越來越強 所以 呃像零百或是超量同步 他們一開始出來的時候 也都沒有 變主流 而是到 第四包 第三包第四包之後 才慢慢變T3 第二T1 大概是這樣 OK 來看一下一張圖吧 然後這邊是 每一個角色的動畫 這就是我們主角 Playmaker 的這個 轉馬魚者動畫 然後下一張是 轉身元獸 然後 他就只有展示這兩張喔 OK 那再來是 遊戲王 新世代的開放紀念 有送 有送這個 一些獎勵喔 有卡電 卡套 然後 夢幻UR 跟一些兌換券 夢愛死啊 兌換券 耳機六枚 然後還有技能兌換券 還有一個 1000鑽 還有一個什麼 10加1無料 那個 那個應該 我不知道是送的 還是 購買的那個優惠喔 然後一些送的卡片 然後最後一個 人的那個 形狀的票券 有點忘記是什麼 有點忘記什麼 大家可以留言跟我講一下 好 然後 再來是 送的卡片 這三張應該是 直接送啦 兩張 這個 總共三三賺卡 然後有一張 UR 兩張SR 然後一張是 Link2 但是我沒有看過 然後右邊那兩隻我也沒看過 看起來很像 超能組的嗎 不太確定喔 反正這就是送的三張 那 依照我的推測應該是 Premic使用的卡啦 我只是推測 因為我沒有看動畫 所以我也不太清楚 好 那 再來呢 是 他們 後面 在實戰 那 連結召喚呢 就是會有這個動畫 然後這個動畫 蠻帥的喔 然後看有幾個箭頭 就會 金金金之類的 跟MD一樣 MD也是會有那個箭頭 然後 召喚 召喚就放在 這個 上面的格子 那你可以放左邊也可以放右邊喔 那這是轉馬魚者 OK 然後再來是 轉身炎獸 在特招的時候 有一個 這個我不知道什麼召喚 因為他有講一個日文 我聽不太懂 然後這個 召喚的特效蠻帥的喔 就會先發紅光 然後呢 卡片出現 然後再爆炸 砰 這樣 對 很帥喔 然後最後就 出現了一道傳送門 在上面 火炸下來 然後最後呢 就召喚這個 轉身炎獸 對 所以 這就是 這一次 直播的內容 然後 有一些他們 對戰的詳細的 這個 對戰過程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們的直播 那其實 我是很期待 這個 新世代 因為每一次 每年只要有新世代 發布之後呢 其實 那陣子 DL的流量都會比較高 然後 阿信也會比較忙 忙著一直更新 然後玩新卡 直播給大家看喔 那 因為我現在在這個 瘋男工作嘛 所以 真的是比較忙一點 我還是很希望可以 呃 多多有時間 可以來直播阿 或者是發 遊戲王DL 給大家看喔 那很希望 這個 新世代在 9月28 出的時候 我可以先 至少先日更一陣子阿 我希望啦 如果那時候沒有很忙的話 我就會 盡量的趕快更新給大家看喔 那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這就是我們 遊戲王 新的世代 即將在9月28推出 那 也跟大家 預告 到時候 我應該 一定會發影片 因為 就是 有新的東西出來 相信大家也 非常的 期待喔 那我們就9月28 見囉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結束啦 大家期待嗎 你期待什麼 卡片登場呢 歡迎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就 下次見 記得喔